这里是超人面试现场 瘦小身板的女孩 双手轻轻一抬 两米长桌子直接起飞 小胖身体伸缩自如 肢体能随意鼓成十倍大 这娃就有点拉垮 醒个鼻涕 鼻涕泡就像吹气球一样 把他整个人都遮住了 结果一挤爆 呼了科学家一整脸 而这群小孩有超能力就算了 他们的面试官伦哥 更是非同反响 他曾是超人战队队长 急跑速度堪比闪电侠 一分钟就能绕地球五圈半 为了更强 伦哥受实验注射了加码射线 结果实验失败 他丧失了超能力 唯一还残留的小技能 就是高速震动手指 拿来搅拌炸汁机 而现在超能局检测到 有支外星军队将袭击地球 为此他们只派伦哥当教练 召集新的超人战队 来抵御敌人的入侵 通过层层筛选下来 超能局选出四位天赋异禀的小孩 有能随意隐身的阿帅 有力大无穷的小女孩 和吃了橡胶果实伸缩自如的小胖 以及能使用意念控制的小美 但这四娃年龄还太小 压根不把守卫祖国放在一位 每天的训练都心不在焉 要么是在那打情骂俏 要么是在那看打情骂俏 可把伦哥给看饱了 训练第一天 小女孩只是轻轻一捏 就一手一个三吨巨石块 谁知伦哥看她穿条公主裙 没个超人样 就搁那各种调侃 结果女孩眉头紧重 猛的就抛去巨石 把实验室都砸出了个大洞 让你不叫人家小公主 你瞧 这多矜持啊 不仅是她这边 其他三人都没个省心的 会议念的小美 训练个念力操控 还在那嬉皮笑脸 用彩虹糖摆出个表情包出来 还有阿帅 让她饮个深热热身 结果倒好 这下人直接不见 工作人员摸遍整间实验室 都压根没找到她 更让伦哥头痛的 还是待在屋里不肯去训练的小胖 为了鼓励对方 伦哥使出激将法 你要再不好好训练 当个超级英雄 就你现在这队样 哪有妞喜欢你吗 结果下一秒 小胖一咬牙 肚皮就长到百倍大 都快把伦哥整个人压成一片紫菜了 因此为了鼓舞这四的毛娃 伦哥决定偷偷带他们出去嗨皮嗨皮 只见几人来到机库 映入眼帘的 居然是艘超级UFO 他曾是超人队长 现在却落魄到打杂攻 靠高速镇动手指 给榨汁机搅拌果汁 而现在外星敌人来袭 伦哥为培养新的超人战队 专门开着辆UFO 载着四位新人出去耍 中途路过野牛大草原 小胖胃口上来 吸起一只牛就想吃烤肉 结果挨了一顿揍 就乖乖地把牛放了下去 接着又开着UFO 来到麦当当点汉堡堡 乖倒 这么大一艘飞船 店员一看到 眼神都充满智慧 双眼瞪得比西瓜还大 见他们开远了 嘴巴还念叨着 带安走吧哥哥 既然现在活力充满了 训练也能好好进行了 小美手当气冲 结果念力操控的椅子 直接把自己给打飞 小胖虽说伸缩自如 但这眼珠子倒的 是不是抄袭变相怪姐了 力大无穷的小女孩 还坚持穿着公主裙训练 哪只轮哥满嘴碎碎念 气得她抡起推货机 猛得砸烂 唯独还有那么些进展的 就是能隐身的阿帅 现在她不仅能隐身 还买了穿墙透视卦 万里开外 啥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瞧瞧 这看着隔壁屋的小美 她整个人都笑裂开了 可虽然各个天赋异禀 一到团队合作训练时 四个毛娃都灰头土脸 怕是没见到外星敌队 就要倒在自家训练上了 更头大的事 距离敌人入侵 仅仅不到48小时 而仅凭四个毛娃的训练水平 压根就不足以抗衡 为此超能局局长决定 给他们注射加码射线 以来一步到位变身超人 但伦哥坚决反对 因为他知道 万一出现副作用 他们的超能力都会统统消失 可局长就是不听 转头就摇人将伦哥关进了小白屋 而这一幕 都被能穿墙透视的阿帅看在眼里 现在 毛娃们不仅要自保 还必须就出伦哥 等到超能局派人来接送时 跟在后头的女博士过意不去 当起反骨子 一个彩虹吹气 就将守卫搜得吹飞 现在 正是反击的好时候 橡胶小胖身体猛地伸缩 两边的守卫就给顶到墙上 小美使出念力控制 两百斤重的男人就给抬起 只见小女孩双手紧握 一拳就把三吨石门轻松打穿 这群超能小孩们 顺利就出超人大队长 轮哥便带领几人 驾驶超级UFO 赶到外星敌人抵达的地点 他决定亲自上场 会议会传说中的外星人 只见一道红光漂浮在面前 轰得巨响过后 一个带着红色美瞳 梳着大背头的帅气男子 就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他一拳过去 轮哥就打飞十米远 毕竟丧失大部分超能力后 轮哥现在的连小孩都揍不过 只见土坡边上 超能局派出了战斗无人机 锁定好目标 就朝红南发射电机练网 结果这时 四个毛娃也赶到现场 想助轮哥一臂之力 哪知红南使出八卦推波手 就将电网朝小女孩抛去 眼见危急时刻 轮哥却浑身颤动 搜得一下过去 就激发出当初的超能 如同闪电侠一般 两秒不到就救下对方 此时红南也站不住了 轰轰几招空气全过去 超能局的军队就全军覆没 而身为超人战队队长的轮哥 哪能坐视不管 他想来个绕地球一周热热身 结果太久没碰过 扑斥一下 左脚绊到了右脚 整个人就飞出3600度完美满分 就是这土吃得有点饱 行了行了 热身结束 轮哥换上战队制服 头盔融合内米技术 钢铁侠直呼高科技 全黑配色紧贴肌肤 黑豹看了都夸大 随即他召集四个毛娃 上演一出阿万加斯 阿三伯 轮哥先是原地大绕圈 刮出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小胖则揉弹冲击 将红南顶飞天 接着女孩拎起电线杆 将对方当棒球打 就算偏了也没事 还有女博士的彩虹吹气矫正方位 现在 红南落进风眼里头 不管怎么使出超能 都压根不起作用 反倒被轮哥吸收能力 将所有威力都反弹到他身上 这招团队配合果然有效 红南苏醒后 双眼就从红变蓝 看来是给打乖了 接着轮哥上演温情戏马 将红南招进了超能局 好吧 不得不说 这剧情好像见过不知多少次了 最后 危机解除 超能小孩们回归正常生活 梦想当公主的小女孩 也当上了长发公主 见小男主爬不上头发 双手随便一转 就将对方拎了上来 而小胖则当起守门员 不管多刁钻的射门角度 都能简单接住 小美更是当上拉拉队队长 一个念力操控 四个人就轻松踩在他手上 阿帅更是梦中情愿 饮个身拿朵玫瑰花 就和小美修成正果 但不管何时何地 只要地球有危机 这支超能战队 都总能第一时间集结一起 驾驶超级UFO 保卫家园 所以换作是你 你最想拥有什么能力呢 是能随意隐身 还是四肢伸缩自如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超人集中营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